大家好,我是西雙夏特 都說玉門是家屬武林商最有錢的世家 但實在他的陰輕軍家 對於這個武林的影響力之大 成員之多但是有過之而污不及 從此單身的目前我做過人物最多的祖庫 結果這我還是省略了很多呢 看到現在你會發現 是一大多莫名其妙的人 都破多破少在軍風天有血倫或是親戚關係 例如說非常訓練軍風天是表兄弟 你把的肌肉其實是你的堂姊夫之類的 就非常刺激 再加上最近霹靂天氣正在撥馬 是時候想要他可以自肥來做個軍家遍年史 但你一次複習天地人法就跟人背後 複雜糾葛的人際關係呵呵 後說軍家的立即者是九天旋尊 我一直知道網路上去查台得到說 他的本名原來叫做軍帝鴻 他創立了雲海仙們 凸子圖存屁股田下 可以輸出霹靂變態死人中的變態死人 他和另外幾個變態死人相見者先 或是先進變態死人香六雅 組成一個變態死人聯盟又名山海聯族 共同對付世上各種變態的敵人 後說九天旋尊有個雙胞胎弟弟 君軒元 也就是魔士 這個男人有想要統治世界的野心 一手創建了幽界這支魔組 Key就是禍害不孝 於是九天旋尊遭一個大義滅行 把魔士給幹掉了 殊不知走了弟弟 還有其他狗血等待 之前將關鬼族的女帝后把 就跑來色憂九天旋尊的相待於他 那九天旋尊大概是沒把蜘蛛 兩個人就生下了兒子君奉田 不過人鬼殊途 兩個人沒過多久都離婚了 生小孩買一送衣 女帝有個姊姊 他外面的野男人生了一個人鬼之子 非常君 既然意外路過的玄尊覺得 哎呦混血人好稀喔 就捲回家癢了 終始把這個血人上 其實是自己外征的非常君 量成了玄尊青年的玄皇三聖之一的人爵 而既然讓昌江不再哭泣的九天玄尊 其中有一個最大的禁敵 就是來自東營的邪神 巴奇邪神 為了對付巴奇邪神 玄尊不得已只有擬定了 能夠徹底終結巴奇邪神的血案計劃 這個計劃基本上就是跟殺人造詳殺人造冠一樣的原理 至少先蓋著一大批死老百姓 收集這些死老百姓怨念的力量 九天玄尊也是說看中一個血統高官的頑固子弟 來自玉門世家的玉逍遙 順時就把玉逍遙和她的妹妹玉逍 一起收為土地 這樣就可以來個野獻祭吧 我又熟悉DNA 不對聽起來了就更怪了 反正九天玄尊就讓君家的博瑞傳DNA複製技術 血源造成大法 用玉逍遙的血創造了一個複製人 讓他修煉了一種變態的勇動機技能 無限輪迴 擁有不死之神 聖誠徹底掌控血岸之地 成為幫玄尊執行血岸計劃的繼承人 前面16個實驗體都被玄尊玩死了 一直之後生存下來的這個17號實驗體 末日時期 就被玄尊清點為玄皇三聖中的地名 玉逍遙則成了玄皇三聖中的天輯 而這年頭羊小孩送裝備 於是玄尊特別去找了朱劍閩將 當他造了一對絕師聖劍 神域和鎮法 分別給了大徒弟天輯 他也有一次君奉田 為了讓地名完美複製天輯的能力 雖然終於給地名打造了一把 跟神韻一模一樣的神器劍 至於另一個羊子非常君 不好意思你什麼都沒有 這年頭邁武器還在創姬友情 而天輯就是軍事企業中的開後攻的男人 於是一邊跟君奉田拉拉拉扯扯 嗆著誰才是大師兄 一邊跟地名頭頭摸摸交換走音請客 外就事件關體大事 至於非常君 他還是什麼都沒有 這年後來越來越心理變態不是沒有原因的 這年 天輯君奉田玉霄師兄妹 在路上意外撿到了一個小孩 雖然小孩子認了君奉田當霸 但是取名玉離京 可以說是正在激情的捷徑產物 而既然紅天也有兒子 那我也要與客 這年天輯每一次就是用某種天地整起 射了魔師所創造的魔君滿臉 竟然意外製造出來一個兒子 生命戀神 算起來如果魔君是要魔死兒子的話 那生命戀神其實莫免生是 地名安君奉田的親子字 就越生就感覺越母堂 地名也在家不敢示弱 你們都有兒子那我也要 於是就也用君家波熱傳DNA 試玩嬰兒的大法 製造了兩個兒子 邪說和李凡 看著趕著生孩子的軍備競賽 這個家庭是越來越多遠了 殊不知這個玉離京 其實八戒其身的部下 鬼妻祖的兒子 被搶了小孩的鬼妻祖不甘示弱 竟然就跑來幹掉了小師妹玉霄 奉田小小從他看鬼妻祖徹結下了兩次 自然君奉田會來斬殺鬼妻祖 借著走了天機的神玉劍 於是負責了另一個戰場的天機 之後使用仙門的祕法天劍唯一以身化劍 看似了一隻武功怪 結果意外被找就附在這隻武功怪上的 八戒其身的另一個部下 重天血王附身了 於是自然就趁機控制天機同時的玄尊 不過清醒過來天機不知道這件事情啊 他在忠實天狗地名趕忙跳出來頂罪 玄尊是我殺的 於是天機未爆吃醜 菲兒跑向地名大戰個三百回合 看他們兩個打得正爽 畸形四射 一直被冷落非常君 羨慕祭族恨 可惡 坦然離開怎麼都沒有我的份 於是就憤而偷襲 一直這樣直接把天機打到真聖天 一不小心就掉到平常有死人能住的天堂之門裡面 從此被封印了好長一段時間 不過化出全尊的親兒子君奉田 其實也有條叛逆的靈魂 什麼 叫我繼承君士氣的AKA 因為他還下面的所有股權爽到誰二代 沒門 於是就憤而出揍 到儒門據點德封古道 到法官去了 他有一隻玉璃金長大了之後 給得到了德封古道認知 而是直接把異父君奉田 或止山全尊同輩的黃如無傷都踩在腳下 成了德封古道的主事 變成一代的老屁股的上司 該說是君家第三世代中 最有能力獲得最好的後輩 因為君家證據中 又被放出來的侠儒 也任職於這個部門 天機被封印颊風天出走 借門大局莫名落入了小師弟 雲徽子的手中 武器也沒份 肌肉也沒份 至少兒子這塊我不能輸 於是雲徽子沒事卻收了兩個土地 分別是異奇心的著雪劍 曾經變成了劍林著雪 還有悲劇白馬縱藤的兒子 白馬秋水 終於這天天機終於解封 地名於是遵循老爸擬定的血案計劃 他還是在武林上發動 各種大小天山人禍 收集死老百姓們 就生活在霹靂苦境 死老百姓大概就是有力量單位 於是天機軍奉典等人 除了阻止巴基神復活之外 他在一邊阻止地名製造死老百姓 一邊還有那個非常軍一直在搗亂 而之前那個被天機射滿臉的魔軍 也吹吹欲動 要叫他對他負責我的主要統治世界 於是自捨五入 也算魔軍的兒子生命的一生 只好自我犧牲 自願被魔軍給吸了 再從魔軍體內攻擊把他打成慘廢 沒了日子老父親天機空氣聚集末覺得冷 於是早就收了兒子的女朋友 紅塵雪當土地了 為了打敗邪神 地名只好發動血案計劃的最後一步 能夠一次死最多人 自損了幾十萬上帝一生的舊金末節 天機只好大意滅擊 地名於是又浪漫的被天機捅死了 反正各種事情真的是分身法術 於是果不前的巴基神這天 終於復活了 但邪神都還沒空打 天然監督風天轉頭 也被羡慕基督狠起人很久的飛長軍給弄死了 飛長軍開心地吸著地名收集 就有血案子弟 實力大盡 我就是新的大Boss 哈哈哈哈 殊不知在同輩中 這攻落MVP的飛長軍 卻栽栽的雲灰宅玉里井 這兩個軍家的後備職手 雖然他們就聯合了坦威與耶穌等人 把飛長軍給幹掉了 飛長軍臨死前以暴血案子弟 要玩這個世界一起浪漫的殉情 於是耶穌不得已 只好把血案子弟給搶先希了 雖然咪笑得好幾集 但也是從此力量大增 甚至台面上最有能力對付87行人的一人 而軍家三大戰將 天氣地名軍鳳田 也分別開始了他們的復活療程 軍鳳田的媽女帝 在玄尊離婚後 孤單極末覺得愣 也是就用上古龍族留下了一些渣渣 也製造了一個軍鳳田的複製人 地龍應當羊子 在軍鳳田死後要來裝軍鳳田的魂魄 就可以拿來復活軍鳳田 羊子直接升級成親兒子喔 說不知軍鳳田的復活標案 竟然是異常熱門 屬物們的黃如武上 也搶著製造了一個軍鳳田的復製人2.0 強姦一波復製人2.0復活的軍鳳田 於是被拋棄的地龍應就產生天去了 不過因為他跟玉天五龍是同族啊 所以他升天之後 也跟另外三個兄弟一起復活了 轉動去跟其他兄弟搞進去了 天氣的部分 在徒弟間而起的紅塵圈的努力下 進化了中天邪王 正讓安息升天去了 這肉體就空了出來 在天氣滿血復活了 地人復活滿意送移 正天前往生天前 順便也把那個悲惨的魔君給帶走了 於是魔君的肉體也空了出來了 於是天氣順手 就把生命電神也復活了 就魔君的存在 簡直是他們居家人的玩物 被魔石隨便製造出來 被鬼祭祖隨便綠了 然後被天氣隨便射了滿臉 被紅塵圈來生命電神隨便捅了 被天氣隨便洗腦了 最後被拿來復活生命電神掛了 就他的魔神物 只能用一個慘字來形容 而地名本來就是永動機嘛 現在看到天氣復活了 也在這次放而復活 幫助耶穌徹底吸收血案實力 讓耶穌成功化身成實力進程的計程人的形態 主角全體合力 最終把八情形人給封印起來 打完這場之後 才剛復活的鳳梨下友又慘廢了 至少下山群就休養了 地名也約被血案之地著傷快掛了 為了救他 約會一直找到了玄宗的異妹 傑鴻眼 所以他用一叔把地名跟一隻上火騎獸 滄海淚交合體 順便再分配玄宗的伊莉兔爵士 當他的哽伴 地名幫自己取了個新名字 奇夢人 再次蠻屑 嗯 可能是殘血復活 這地名從此跡身並入了美男之獵 從此之後都是一副半死不活的樣子 不過大概從此名字解鎖了 地名封印已久的尺度 再次之後他的化身 一個落的不會比一個多 這樣大概死檔過後可能就不能播了 叔叔摩斯看這些後輩們各種復活生孩子 結果你們過得這麼爽 喂喂 於是跑去偷了那個上天地生的中天險王的肉體 再來一次復活了 這難道就是 上人生者人恨上之 天大好輪迴 或是摩斯的狗血愛情故事也非常精彩 摩斯的老婆就是杰鴻眼 兩個人生下的一兒一女 早上因為杰鴻擁懷二兒子的時候 被八級形成的血染感染 所以直接買一送一 最後總共有女兒君石玉 和兩個兒子未知和未盟 直接為君家再添三個成縣 在家庭美滿的摩斯 再次是個吃著碗裡的開著鍋裡的渣男 她不僅跑去搶搶名女 相娶一個臉上貼著好幾顆大鑽石的女人寧心謀 和養人跟小三滅羅血後 又是用她的生日當密碼 又是送到愛心鑽石 變成這個單純少女會無常賣命 老八這麼會玩 摩斯的兒女們也是不遑躲讓 之前最慘的位置 這些搶錢送出一寫 被女帝做去煉藥 贊成之谷敗了 貢獻出君家最血腥死髮 女君石玉只好往最倫理死髮努力 君石玉這天 愛上的九千玄中另一個土地 蚁晴天 這個蚁晴天是帝名多年的筆佑 兩個人奔獻之後 蚁晴天這一個靶石補助 從此追起夢人情跟神仲 不過不好意思 帝名表示我已經明朝有助 你來晚了 於是今天為了對付魔士 最後故意陷害蚁晴天堪死了君石玉 蚁晴天不然就讓他相愛想傻 但是男人還是比較相啊 於是當魔士問他 你是要基劉還是女友的時候 他毫不猶豫地表示我全都要 那哪有這樣的好事 不然就換你自己來個野嬉嬉吧 我說控制吧 於是魔士控制了蚁晴天 把玉海鮮門給滅了 女會一直為了保護死老百姓慘聚聚 另外成為霹靂大魔王 不吃個兒子之之什麼的 都不好意思稱自己是魔啊 於是魔士先下隻魚 最後面就把地名給吃了 正在操縱的蚁晴天 把一騎星給砍頭了 苦無盡把眼鏡在掌握 是不是此時魔士的耳邊 想起了一首魔性的rap 就當是一場夢醒了之後還是很感動 沒出除了滅玉海鮮門之外 就把地名給吃了之後 就被地名異次給入侵了 直接讓他做了好幾集的真苦境夢 於是最後一直在做夢的模式 就被疫情形給砍死了 那就是被吃了地名 就說他是永動機了嘛 所以反正是又復活了 但出來會是要緩的 拜託控制蚁晴天直接拋棄了金屎 我不要女友了我只有你 於是從此開始的全苦境 追下奇莫人的追悉火葬場 看成恐怖情人 為了躲避蚁晴天 逍遙此時完美結棒 和之前那個地龍蝴一起參加一個騷爆的男團 逆神七皇 共同對付武林上一大堆 跟87神同等級的諸神們 這個七人男團接受的成就包含 兩來七皇竭力聯合打爆了虛無 地龍蝴勇猛一人 但他諸神中的岩神 確實情況就是把岩神給說服了 送到一部統治世界了 和地龍蝴甜蜜退進去了 而諸神中最麻煩的 大概就是這隻太系神照 太系神照一直想對天璣向下的起售 想要阻止他成為逆神秦皇的一員 不過天璣直接發動 我不能倒下啊啊啊啊大法 成功戰鬥太系神照的束縛 於是太系神照去尋找他的另一個備胎 就決定是你的狹辱 把狹辱變成了自己忠實的殺人疾悉了 至於這個天璣這麼不停化 於是太系神照就一個呼吸 一個大招把他抓到外太空去了 所以如果有人就拼命宇宙打了一下太空垃圾 但我相信應該可以撈到很多失蹤的人士 不過話說天璣被炸飛之後 掉到一個神秘的星球 陰陽略界 經過已落地 最後遇上了滿地呼嚕嚕亂叫的當地土著 要把天璣抓去獻祭給他們的獲勝 於是天璣為了保命只好耗費功力 幫忙重燃來勝貨 不過也導致他自己不小心解凍 變成一座冰雕就這樣過了幾年 一直直到後來 一起行去早期的眷守田 要新替補的御葬祥 讚個人塞麥的人選 才成功把天璣接回了苦境 所以天璣小朋友走失了 於是鳳典小朋友自願去找他 找到半天兩個人都沒回來 甚至騎行小朋友和葬祥的小朋友 也出去尋找 最後天璣小朋友自己回來了 至於另外去找他的三個小朋友 現在還陪著在宇宙不為人知的一覺 這難道是一個幼稚園小朋友走丟了之後 是有全班小朋友走丟了的情況嗎? 至於多以晴天躲這麼久的地名 大概是再一次孤單寂寞覺得愣 他在之前創造的兒子們 大兒子被耶穌打死了 二兒子叛逆討嫁去了 天天就在整天看別的男人勾勾打打 後攻一個進一個的手 每一集片頭要一直重播 這個桌尖在床的現場 讓地名整個生氣氣 今生不能出櫃 那我就要來出櫃一個前世的請人了 於是他在再次創造出了第三個孩子 瑟絲三世 至少也叫這個名字 是因為地名有一個化身的名字叫瑟絲二世 就去請各種暗示看來 有可能是女兒 分担小瑟絲從前成了軍事企業 甚至年輕的嫡妻繼承人 蓋住萬千寵愛吉比神 不僅由老爸陸陸續續的回家 並用各種不同的化身來親自教導他 還坐擁有一個職事一個廚師 一個老實和一隻寵物來照顧他 甚至的話兩個哥哥快搶哭了 不過地名除了養小孩 更重要的還是要繼續執行 老爸選了最後留下來的任務 最後當然要包含對付這隻太妻神照 為了接近太妻神照 地名採取一個全新的策略 那就是反其道而行 一開始都攤牌沒錯我就是地名 只是我是把地名給奪色了之後的模式喔 總之假扮成模式 卻把他叔叔的女人 那個模式的小三滅了我寫後 該怎麼說呢 綠人者人橫綠子天道好輪迴 不得不說效果驚人 滅了我寫後 直接被解旋機這身性感的黑肉迷得不要不一樣 直接把他引進給了太妻神照 從此解旋機就換去色優太妻神照 千夫在他身邊了 這迷倒眾生的魅力簡直不可選 或是補充一下其他軍家人的性況 回到苦境的天機 終於回到了玉門世家 認了其他御家的人 只有包含他在躺地背的玉書痕 以及玉書痕的兩個兒子 玉維俠 那又就是前面為了天機走失的 正常小朋友 控制圈在身邊的女神 非常會時間管理 把我時間製造出了 目前是軍家第四代唯一的新成員 但你知道的 開始談情所愛 尤其是懷孕 可是會引來愛神的怨念 於是解群姬為了取信於滅入了血後 最怕紅色就給炸了 括號疑似假釋 他已經選擇為了刺激天機 就把雙邊的聲音砍了 再來再製作人霹雳最流行伴手禮 給他喝壽 括號不知道會不會復活 或是這大概是天機說到的 第123 第4個人偷禮盒了 我相信天機就說到習慣了吧 反正目前軍家的歷史仍在撰寫 天機的後宮仍然在守 地名豪德還在現場搶男人 為了好只有流落時空裂縫的軍奉田 無疑是頭頂綠柚的危機啊 好刺激 再喜歡這支影片記得想個讚 也別忘記訂閱小小特 否則你在想出軌的時候 也會直接被捉店再闖 也歡迎加入社會會員 一收看更多電視影片喔 目前我們的小主朋友 非常感謝 那我們下次見 掰 我是說CDNA 開出戰戰機器的潔心慘物 你們都有兒子 那我也要 於是 借我意外被找到附帶 這隻武功怪獸的斯巴哈奇學生 央子直接升級成親兒子喔 輸 不過因為他 在死之後他都化身一個漏子 這難道就是 上人生者人恨上職 被女帝追戀要暫時鼓敗了 地名表示我一定明朝有助 你來晚了 於是 原來是不是當戰爭的感覺嗎 呵呵真爽 就遇上了滿地呼嚕呼嚕 現在還拍了在宇宙不而言之 對 對